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金牛座的七月运势 首先事业方面呢 总体来讲是学会放弃 亦是学会选择 七月开始的下半年 你要学会舍弃一些机会或目标 因为虽然2020年考验重重 但你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 依然吸引到一些机会 比如跨界的尝试或项目的合作 并且经过前面几个月的努力呢 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七月你需要问问自己 真正想做的是什么 哪些方向与你的自我规划更加吻合 因为未来三年啊 需要你更精专的打造自己的事业版图 一些朋友可能需要解决以前的合约纠纷 或是忙于企业的并购重组 那么就要注意过程中的细节和隐性的问题 避免生出矛盾事端 还有一些朋友所在的企业机构 正在裁员或是欠薪 如果你正在解除某份劳务关系的过程中 那么一定要注意解约手续和补偿条款 争取权益保证过度 七月有助于金牛座朋友的学业和培训 正在准备考试的学子们 记得做好时间的管理 金钱方面呢 总体来讲是开销得当 逆境可转 七月财运稳中有升 如果能适度管理开销并积累财富 那么以前的贷款或是透支便能减轻 但也有一些金牛座朋友的消费习惯 是比较随意和零散的 那么就需要梳理一下你的消费 看看是真的需要 还是为了满足虚荣 情感方面呢 总体来讲是关系的取舍 透露价值的排序 对于金牛座朋友而言 没有物质安全真的会有情感保障吗 没有自信真的能有信任的关系吗 这两个问题从三月开始就开始困扰你 七月呢 是你面对真相并做出选择的时间 单身的金牛座朋友啊 如果你身边总有机会出现 但却没有一个令你心动的人 要不就是人际交往还不够多 要不就是标准有些理想化 七月 在纸上啊 你可以写出你选择伴侣的标准与要求 然后从最不重要的开始一条一条的划掉 直到剩下最后五条为止 再将这五条做个排序 你就会更加清晰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 有伴的金牛座朋友 一是最近忙碌有些忽略家人和伴侣的感受了 你需要拿出一些时间做个沟通或给予陪伴 二是工作中有机会接触到比较符合理想的人 难免心动或跨越界限 尤其是目前情感关系本就存在问题的朋友 处理好关系的边界 尊重关系的次序 脚踏两地是有代价的 感谢观看